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5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联县县长徐真卫5号前往了体育署召开 109年全民运动会的全国记者会 县长徐真卫和体育署的副署长林哲宏共同宣传 从10月17号到10月22号为期6天的全民运动会 正式宣告花联已经准备好迎接来自全国的运动好手 一同感受全台最美的竞赛环境 以及赛地相亲的热情 为了宣传109年全民运动会在花联 花联县政府与台北捷运合作 将捷运松山线等三条线路部分车厢 装点全民运动主题意向 县长徐真卫一早前往台北亲自搭乘创意列车 红面鸭俏皮身影车厢内随处可见 捷运乘客也感到惊喜 纷纷拿起手机拍照打卡留念 而109年全民运动会记者会现场 由大会吉祥物红面鸭平平安安 以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带来开场表演 花联县政府今天也首次公开亮相八大奖牌及奖座 以及相关纪念商品 并且邀请六位以花联体重蜻蜓队员作为活动代言 而他们也是台湾龙洲代表队成员 县长许真卫感谢体育署给予县政府团队的专业指导 让全民运动会在花联所有相关硬子设施 设备符合全国体育竞赛的标准 希望选手们都能享受在花联的比赛过程 体育署给花联县我们全力的支持 在这个运动的背后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运动员的心酸 而我们更希望把花联是台湾运动摇篮的基地 让全民运在花联能够发光发亮 尤其我相信在台湾花联是一个宝地 花联更是推动我们各项体育赛事 非常非常用心的地方 另外今年花联县还特别创新的 我们有看到路上拔河 请问大家有看到行州拔河吗 有没有 没有看过 所以今年花联创办了一个龙舟上 在鲤鱼潭上 滑龙舟 在龙舟上拔河 这个难度很高 当然如何来竞赛 我们也请教过体育署的所有的专家学者 给我们最好的建议 所以这次28项赛事 每一种赛事都非常非常精彩 而且精彩可教 体育署副署长林哲宏肯定花联县政府办理全民运动会的用心 也欢迎全国游客造访花联观赛 而在10月17号开幕当天 花联县政府也邀请超过百摊的花联特色摊位 与在地产业连结 所有特色商品以及各乡镇农特产品 花联百大伴手礼等等 应有尽有 就是要让所有参与者享受在地最原汁原味的感官饗宴 记者金虹一台北报道